所以剛剛陳時中就講了 很多城市已經做了 所謂的相關的演練 那麼其中的最積極 對於所謂的封城做演練的 當然包含了新北市跟臺北市 當然新北市最後還是認為升四級 是中央的權限 而在臺北市的部分 柯文哲也說了一個新的方法 如果一人確診的話 全家篩檢 再來看到臺北市 今天新增了八十五例的本土個案 數字上看起來相較於前一天 一百六十八例是少了一半 那麼柯文哲說 以目前臺北市的狀況是穩定的 沒有封城的立即性 但是他還是批評了所謂中央疫苗 來得太慢 以及病床數上面的統計 中央跟北市都不同調 柯文哲他看起來 還是怒氣難消的 怎麼樣 怎麼會不知道呢 太奇怪了 面對病床數 北市和中央數字不同 柯文哲連續兩天撂下狠話 但是指揮官陳時中的回應 顯得苦口婆心 很多事情其實用太粗暴的話 來做這種時事評論 真的也大可不必了 那我想中央地方裡面 我們也不會因為這樣的話 有任何的一個嫌隙 而柯文哲前一天也對中央開炮 說六千三百億用來紓困 不如買疫苗 行政院特別澄清 不是新增六千三百億 而是在原定的總額四千兩百億的特別預算 再增提兩千一百億 行政院也解釋 其中過去以編列一百一十五億 購買疫苗 這次新提的紓困預算中 預計新增兩百二十四點五億元 購買疫苗 疫苗的預算都已經編了三百四十億 那就去執行啊 趕快做啊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啦 中央政府對付新冠肺炎 如果能夠像對付柯文哲 這麼用心的話 今天就局面不會搞成這個樣子 周日上午 台北市針對四級警戒 兵棋推演 但是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 八十五例比前天少了約一半 柯文哲也說 目前的管制方法是有效的 北市目前沒有封城危機 華社西文城山里事件 台北報導 最當然 北山 北山 北山